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为这个游戏在我的频道上做一个娱乐 那原本已经敲定在11月19日的发售日 现在又延期到了12月10号 但我们还是要相信啊 这次忽然蠢你为了将这个游戏磨到最好 才会有的决定吧 那延期归延期 定于潘客2077可说是近年来 最让人期待与瞩目的游戏之一 不管是在视觉啊 或是丰富的游戏设定上 都可以说是在许多3A游戏大作的水准之上 也是因为这样 游戏未发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期盼 甚至是对游戏的内容呢 充满了许多的幻想 不过今天呢 我们就先不聊游戏的内容了 而是要来说说关于他的主题 Fiberpunk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主题 在我过去学习设计与美术的时候啊 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对我来说科幻这主题呢 一直以来都是相当迷人的一个存在啊 那其实对于科幻这个大类型的主题来说 每个人呢也有一套心中的标准 若真的要分的话呢 可分为软科幻啊 硬科幻或是 卫科幻 好比星际效应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作是硬科幻 那星际大战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软科幻了 而听说哆啦A梦呢 也是软科幻哦 嘿嘿 而就于前面两大分类呢 算是蛮熟悉的 但对于卫科幻的话呢 有稍微查了一下哦 大部分呢 都是指向武侠之类的作品 不过在于这些大分类当中 还是会显得非常的暧昧与灰色 但总会有几个啊 辨识度比较高 且深受大众所喜爱的主题 好比赛博庞克 赛博庞克呢 是发源于1960到1970年间的 新浪潮科幻 无论在形式 风格 角色 内容 或目的 都有别于过去较为松散 乐观 品质称差的软科幻 严肃探讨未来世界之余 人类所造成的悲剧性影响 同时呢 批评科技进步啊 与某些大企业对于 世界社会的垄断之后 将有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 也就是极高端科技 与极低端人生的文明形态 不过到了现在啊 除了文学以外 其实这一词呢 也代表了一种 美术风格的专有名词 甚至在各种娱乐媒体等等 都会有它的影子哦 总之呢 涵盖性呢 非常的广泛 那要细讲的话 庞科这一词的由来呢 是起源于摇滚音乐 所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 在70与80年代的时候 算是一种很前卫的文化 并在后来 渐渐的转换成一种音乐风格 视觉服装 以及个人主义 与意识的叛逆表现 但在科幻面前啊 庞科这一词呢 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所以呢 也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Cyberpunk 赛博庞克 而Cyber则是Cybernetica 魔控学一词转化而来的 也是许多赛博庞克作品中啊 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 这边呢得先补充一下 这块的涵盖范围啊 非常的大 因此对于这个名词呢 也可以看作为 连结或是网路化 甚至是控制等等形式 以赛博庞克的作品来说 真的任何一个角落啊 大家都可以发现 有着Cybernetica这名词的影子 大到整个世界整体 小到一个按钮开关 基本上呢 都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啊 若有没提到的部分呢 剩下的各位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补充一起讨论哦 魔控学这个名词啊 是在1948年 被美国一位电子工程专家 诺伯特纳维 用来定义某一门科学研究 也就是动物机械控制 与通讯 转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控制理论 而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也可以运用于世界与社会文明 影响呢 也可谓是非常的全面性的 好比说 可以视一个事物 为一个大体制 当中的一个小东西 发生了改变后 反馈到整个大体制上 并且导致体制本身呢 发生变化 若非常透彻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就可以透过一个按钮 或是一个人事物等 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 或是世界 达到想要的目的 决定来说 像是利用网路啊 或是某些黑科技哦 监控与控制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类似这样的极端科技 反乌托邦 社会形式 所以通常这类的作品中啊 故事主角都会是 社会的底层啊 或是为前而行动的人 孤立且克难的生活在 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 而这些被社会遗弃的反英雄呢 通常都会遇到被情势所逼啊 又或是几乎毫无选择的窘境 并且发现自己早已经 受到来自某些组织的秘密监控后 做出许多非常具有转折性的行动 而经历一场生死冒险的这样一个故事 而像这些啊 正是赛博庞克的作品中 都可以看见的 那看像这次的 《电狱判科2077》啊 多多少少呢 也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架构 但通常这样的架构背后啊 所给人引发思考的部分呢 才是最重要的 赛博庞克这类的作品啊 也有很明显的标志 让你一看呢 就可以知道 哦 这就是赛博庞克的元素 像是满山满海的全席投影啊 与许多可飞行的高科技交通工具 这些呢 在这类的科幻作品中啊 都是用来吸引观众视觉的元素之一 像是经典的攻殼机动队啊 以及第五元素 灵异杀手 探变等都可以看见 而在《电狱判科2077》中 也不例外 再来是可改造的肉体 可替换的记忆与灵魂这部分 像是可以改造你的器官 或是四肢 来强化自己的身体 在赛博庞克的世界中 是很稀松平常的 也是当中的一大特色 而后者可替换记忆这块啊 更是奠定的赛博庞克作品呢 更唯一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啊 那印象中啊 也有推荐过我的许多观众朋友们呢 类似这样的一部美剧 就是前面所说到的探变 内容呢 也是在讲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呢 非常好看 极度推荐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 虚拟实境 或是电子脑 在许多赛博庞克作品中啊 都有掌握类似的高端科技 人们呢 可以透过网路 直接进到虚拟世界当中 甚至呢 用人们的意识之间啊 互相的连结 在前几次的 《电狱潘克2077》的预告片中 玩家呢 也是可以透过某些手段 直接连接到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网路世界当中 而其实这类的设定啊 往往也是会成为 就是推动剧情的手段之一 像是 当人们利用这个 电子脑连上网路时 却遭到了骇客攻击致死啊 在某些案件中 透过对方的电子脑 得知某些事件的记录 或是得知到 重要的关键讯息等 这些在赛博庞克的作品当中啊 都是很常见的设定 并且在这次的游戏中呢 我们也是显而易见的 极大贫富差距的社会 于赛博庞克的题材啊 或多或少呢 都可以发现 社会的贫富差距 非常的极端哦 虽然世界都已经进入了 极高端科技的文明 但权贵与贫穷啊 却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富人呢 都住在高空之中 享受着高科技所带来的 优质生活环境 而相对的 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 却是平民们 述出某些代价所换来的 在这富贵的高空之下 却是脏乱啊 拥挤啊 恶臭啊 暴力 以及各种帮派势力的 充斥着这些区域哦 那像这样的地方啊 大部分作品的视觉上 都会参考 或借鉴过去香港的九龙城寨 所以你在赛博庞克 不管是在电影或是游戏 都会看到类似的场景 或是设定 另外说到九龙城寨的话 这边稍微赘述一下好了 九龙城寨呢 在过去是香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 许多的罪犯啊 或是自立假牌照的诊所 甚至是鸦片馆 妓院啊 等等都充斥其中 可说是呢 非常的混乱 但却武藏俱全 应有尽有 而且由于是无政府管理的状况 所以呢 也是自我形成的黑帮与秩序 被当时的许多人 称之为 国中之国 这样的一个奇景 而说起来啊 这样的要素与设定啊 也是与这次的游戏中 主要的舞台 夜城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到时候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啊 也可以留意看看 总理来说 赛博庞克就是利用极端的高科技 制造出类似反乌托邦 以及反英雄等等的一个设定 在这后工业的反乌托邦里啊 骇客 人工智慧 机器人 生化改造人 基因改造人 或是生物复合仿生人等等 都是日常风景 与街巷常态 卑微胶着的 在控制与想挣脱的困境中挣扎 也因此 赛博庞克的故事氛围 弥漫着毁暗的压力 如同黑色电影般的神秘隐晦 又危机重重 有如人间地狱的贫穷社会 用最光彩的上流社会做对比 而这种巨大且具冲击性的仿差感 也是赛博庞克震撼 且已能思考的核心精神 想想啊 在现在这个科技网路发达的社会上 赛博庞克这样的背景呢 或许也与我们并不遥远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让这类的作品不管是电影或是游戏 都会使我们有很深的感触 并且这类题材 往往就算有着各种极端科技的包装下 又或是非常热血的故事情节等等 走到最后都还是会探讨到人性这一块上面 并且引发的冲击力都不小 往往都是利用小故事去碰撞大体制 述说出社会当下的矛盾 而这些也正是赛博庞克 这个科幻题材包装的外表下 所蕴含非常深层且很有价值意义的东西了 最后再说说一个题外话 听完以上说的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再看看电影盼客的这个玉 还有这个盼 各位应该就有所理解了吧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先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对于电影盼客2077 真的是非常期待它的到来 也希望12月的时候别再跳票了 总之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欢迎按赞与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们也欢迎订阅 好啦 我是沙皮 今天就先这样啦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